大家好 欢迎收看汽车咖啡馆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吉利的杭州湾 据说带大家去看一看一款非常高人气的新车 这款新车据说很大的可能会在今年里面发布 它就是 Proton 的 S50 这款车呢 据说它不管是在价位也好 还是在配备也好 都会是同级最佳的车款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款车还有什么值得去他的地方 Let's go 这个 Proton S50呢 它的原型车就是来自吉利的冰月 这个冰月是一辆V-Segment 的 SUV 车型 同时呢 它是采用这个吉利全新开发的 VMA 模组化架构打造 然后在中国市场呢 这个冰月它有一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根据之前我们去收到的消息呢 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 S50 呢 同样也是会搭载这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一具1.5公升的引擎呢 是吉利和 Volvo 共同开发的引擎 它其实和这个 Volvo 的 Dry-E 家族 有非常深的演员 它采用了模组化的设计 气缸只有3个 最大马力表现是177PS 峰值扭力255Nm 至于变速箱呢 这个变速箱是和我们的 CKD 的 S70 一样的 是吉利自己开发的七速双离合器电速箱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是 7.9 秒 以这个等级的 SUV 来说呢 这样的加速表现其实非常的强的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的看法呢 只是因为这具引擎采用3个气缸的关系 不知道日后驾驶的时候 它的车震会不会很明显呢 在不久前 吉利在中国市场发表了小改款的这个冰月Pro 除了维持1.5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之外 它还新增加了1.4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匹配六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41PS 峰值扭力 235Nm 我相信这个版本的推出 就是为了满足那些不想要三缸机的 消费者 至于这个四缸的引擎呢 未来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我相信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呢在不久前 我国的媒体就捕捉到一张 远景X1在我国进行测试的照片 远景X1因为是老款车型 所以不太可能引进我国市场 但是呢 它采用的就是这个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Proton其实是载着一个马来西亚市场 测试这个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有机会搭载在Proton未来的新车款 例如这个Proton S50 不知道在场的各位观众 1.5公升三缸涡轮引擎加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以及1.4公升的 4缸涡轮引擎加上6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Proton S50的配备了 在它的原型车上面有很多酷炫先进的配备 例如说设计超酷的内装 支援GKUI的智能神控多媒体主机 电子排挡杆 具备挂P挡自动启动功能的电子收刹车 全数位化仪表 胎压针设计 还有360度的全景摄像辅助功能 这个系统在你低速打方向灯的时候还会显示车车的情况 而且 音乐甚至还有高端车才有的氛围灯设计 另外它还有一系列的自动化功能 像是倒车雨刷自动清晰 驾雨自动关窗 锁门自动关窗 锁车后视镜自动收集 就连自动驳车功能它也有 以这样的配备来说 在一台VCM上面真的是逆天 此外 这台车它还有和BMW一样的呼叫总台功能 在你发生意外的时候 它会自动拨打给有关单位 让你获得援助 而在安全配备方面 这个秉乐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像是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车车盲点侦测 主动式定速巡航 前方撞击液警还有自动紧急刹车 最后就是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而在中国版本的这个冰月呢 它通过这个单颗摄像头以及前方的雷达波进行一个合作 可以实现level 2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 而且它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呢 可以在时速0到150之间启动 在这个冰月Pro的升级版上面呢 吉利将这个GKUI升级成了GKUI19 这也代表着我们的S50也会搭载GKUI19哦 这个GKUI19不只是它的语音控制系统更为聪明 同时呢 你的这个 系统界面也可以像手机一样自由滑动 只是Proton 也可以给马来西亚市场中文嘛 这样规格的Proton S50 有没有让你很心动呢 其实冰月在中国的售价是非常便宜的 换算成马币售价大约建于 5万2到7万亿之间 推测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的Proton S50售价可能会低于 10万令吉 因为是GKD的关系呢 它的起步售价可能还不到7万 如果说顶级版本才有这些安全配备 但是售价低过10万 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值得哦 相信大家最在意还是这个Proton S50的发布时间 之前本地媒体有报道过 Proton将会在今年的5月开始测试生产Proton S50 7月开始大量量产 依据发布会在8月或者是9月 可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加上行动关制令 所以这个Proton S50的发布时间 很有可能延迟 虽然已经穿了一年多 但是Proton S50还是迟迟不见踪运 不过呢我相信期待这款车的人还是会有很多 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期待Proton S50发布的人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对Proton S50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 分享影片还有按赞哦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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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